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布拉德利比尔威,少第148次,三双北京时间,12月27日,奇才120,比130不敌魔术,这场比赛前三节,两队相当胶着,首节两队打平,第二节打完魔术,领先4分,第三节打完魔术,只领先1分, 莫杰开场奇才,一度反超,不过很快陷入得分荒,被魔术反超,进入最后2分钟魔术,已经拉开到10分最终奇才,回天罚术,没有8寸累的奇才风险,防守存在很大问题,超级星星阿夫比亚,虽然有升高有天赋可防守端的位置感不佳,而且因为还在适应NBA,强度他是一个防守漏洞,维少与比尔两人,都不是好的防守者, 托马斯布莱恩特这位中锋,在内线的防守,也存在一些软肋,所以这场比赛,被魔术轰下了130分,魔术命中率,高达50.5% 迪尔连续两场比赛,都有炸裂表现,还是苦吞连败,原本以为维少,来到华盛顿会引起质变,但这两场比赛,他都没能帮助球队,拿下胜利。 他本都是三双,上一场,22中9,拿下21分15助攻,11篮板65,这一场比赛,维少全场36分钟,19中6,3分4中0,拿下15分,15篮板12,助攻2抢断55,命中率,31.6%,神规还是三双效率值,也还是低下,如何帮助球队,拿下胜利。 迪尔这场比赛,37分钟,24中14,3分5中2,罚球13中9,拿下39分,7篮板5助攻2抢断,命中率,58.3%,3分命中率,40%,莫杰迪尔8中5,轰下11分,1助攻1抢断,他已经10分出色了。 上一场比赛,迪尔同样出色,全场比赛,36分钟,22中11,3分8助3,拿下31分,2篮板3助攻4抢断,命中率,50%,3分命中率,38.5%,两场比赛,合计拿下70分,命中率高达54.3%,这样的表现,还不能赢球,迪尔去哪里说理。 而且这两场比赛奇才,都输得很诡异,对阵费成一战前三节,打完奇才,领先者十分之多。 起料莫杰奇才,封盘被费成打了一波,40-24的高潮,这一场比赛奇才前三节,打完只落后一分,而且莫杰开场,还反超了比分,可在后半段,又出现封盘,最终莫杰被魔术打了一波,38-29的高潮,这两场比赛,都毁于莫杰封盘。 比尔真的太凄凉了,虽然比尔此前,表示不会申请交易,奇才队管理层,也表示无意交易比尔,可这个赛季,交易截止日前,奇才还是无法进入,东部前八行列。 或许比尔,就会改变,自己的想法了,这支球队没有办法,帮助比尔去,冲击总冠军。 为少是真的老了,除了三双之外,防守,投射都在下滑,这样的他,真的无法放到地儿。 文言小白,安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